那正列 各位可以看到Java的范例 不管什么Java程式 它外面一定都要有个class 所以你如果没有写这个class 你的程式一定会有错 所以Java是一个纯物件导向员 必须外面包一个class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这个之后物件导向我们会讲到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系语员里面的主程式 主程式 那我后面写一个slue 我没有写画面 抱歉 我后面写一个slueexception 这个是例外处理 但是这个我们之后在例外处理的地方会教 那现在把焦点集中在这边 我们现在宣告正列 正列呢 这里names等于大毛二毛三毛 大毛二毛小毛 那tail就三支电话 对不对 然后呢 for i等于0 i小于names.length names.length就是那个阵列的长度 然后i++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每一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印出来 这一个程式我们就来执行试试看 那我在Eclipse里面我建立一个Java专案 那这个专案呢 应该要叫什么 我叫rayone 所以我专案名称最好 专案名称叫做arraytest好了 因为专案名称跟那个程式名称其实是不一样 比较好 才不会混在一起 那版本就1.6 OK 那这应该都没有问题 下一步 OK 应该没有问题 再下一步 这时候arraytest专案被建出来 但是一个程式都没有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建一个程式 class Java的程式一定都是类别 所以是class 那这时候我们这边建arrayone 那至于要不要建public呢 可以建 那这边现在还缺了一个name type name 现在搞错了 我应该是name写在这里 那package呢 package 其实我可以不用加package 也可以加啦 那我其实现在我不想加 那我加出弄出来的package 就弄出来程式就像这样 那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不过我刚刚整个程式早就写好了 所以也不需要它自动产生的这一版 我把它复制过来就好 那我复制过来 你会看到这样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错 存起来一下 存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执行吧 请注意哦 android的执行你会这样按 然后run as 对不对 java的执行你也可以用这样按 然后run as java application 不要用java applet applet是网页上像flash一样的那种东西 所以请你用java application 这样印出来的结果就是大毛二毛小毛的电话 那这个程式呢 你当然可以自己修改 就修改 比如说我加个衣服好了 那那衣服 衣服什么呢 我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整数阵列 好 好 age 年纪 那 大毛呢 12岁 二毛呢 10岁 小毛呢 6岁 就这样 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印啊 他们的电话 哇 6岁就有手机了 太早了 那 接下来就是 age 是 嗨 但是这样印出来 其实你会觉得好像看不太懂是什么 所以我们干脆在前面再印一个好了 输出一个表格 然后呢 电话 然后 年龄 OK 但是这样一定对不起哦 为什么一定对不起 因为 因为每一个的格数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姓名电话年龄 这样还是会对不起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太长了 那 那我如果把年龄摆前面的话 应该就容易对起 因为那个不会那么长 所以我干脆把年龄摆前面好 我 如果是这样的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